花一個完整的過程 花一個完整800塊啊 一個月花30個 2萬多塊而已耶 我真的是有使命要來祝慈善 我讓你半夜3點多去那個退冰室 然後那邊可能有2、3、4巨蛋 叫你巨蛋另外一個好 3.5 我有一個心態是 我每個月的工作量越來越少 代表郭泰銘安 很多網友問你說 冰箱業好賺嗎 冰箱業好賺嗎 其實沒有很好賺耶 那你花一個完整的過程 花一個完整800塊啊 800塊而已 對啊不然你以為耶 那你一個月花30個 2萬多塊而已耶 那你怎麼做這麼開心 欸我們來這邊工作 他不會覺得我會在那附勇好嗎 我真的是有使命 我就是要來做慈善 就是因為現在太多人不敢做 對啊不然 我讓你半夜3點多去那個 都是那個冰庫退冰室 然後那邊可能有2、30巨蛋 叫你自己在那邊畫你幹嘛 我應該會弄料吧 對啊你連跨進去都不敢好不好 對啊 那個聲音跳一下你就會嚇到了好嗎 所以外面覺得冰箱業 越少過10萬是騙人 騙人的啦 10萬拿來的10萬啦 啊這個騙人的 對而且有一個心態是 我覺得我做13年以後 我有一個心態是 我每個月的工作量越來越少 代表國泰 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哦 哦 手機拍了爺爺的照片資訊給他兒子的 那爺爺等下就要去火化了 如果我們沒有幫他做這件事情的話 他可能 just 都不知道他爸爸最後長怎樣 很辛酸啊 對啊 竟然只能用手機拍照 第一次看到爷爷的时候 他其实那时候意识都还是清楚的 他就有说 他觉得他自己是坏人 然后他害他的全家人都要被隔离 因为他就是 美式的老人家嘛 那老人家每次就是会出去走一走啊 去龙三世这样拜拜 然后他觉得他应该待在家 他不应该乱跑的 对所以他其实 家人的话是都被狂烈 所以其实他们没有办法来医院看爷爷 啊就是我一开门进去的时候 比如说要帮他做一些治疗的时候 他看到有人来 然后他的头就是会转 然后会一直盯着你看你要干嘛这样 终于有人来陪我这种感觉 就是突然有一个人出现 好像我没有被抛弃的这种感觉 因为其实爷爷年纪很大 然后加上他其实Coco的身份说 他想要回家 所以他其实都有一些 就是想要自己下床的行为啊 不过他的状况就是下床 因为他下床会离开氧气 离开氧气他就会很喘 那他对那边环境又不熟 又怕他跌倒 所以其实整体评估下来 我们是觉得他有约束的可能啊 那家属的话也是同意的 所以我们就是会帮爷爷先固定在床上 就是避免他擅自移动 然后造成一些必要的就是问题的 那因为就是家属就是 有他的考量决定就是让爷爷不积极治疗 所以就是才缓和一点的治疗这样 那所以其实在缓和治疗下 其实医疗的部分就是已经有限了 那我们就是让爷爷舒服为主这样 然后最辛酸的部分 我觉得应该就真的是回归到那个灌牛奶的时候 就是放一个鼻胃管 然后直接插到胃 因为我真的记得 我在灌牛奶的时候 他就眼睛看着那个空这里面的牛奶 然后一直流 然后呢嘴里就一直跟我说 对不起对不起 就是我下次不会了 我下次会改进这样 然后就说就是他很想回家这样 因为就是爷爷他没有办法治理 所以其实他那个身体 也就是都要由我们护理人员来治疗他 对 所以其实每一般的护理室都会定时去 帮他换尿布就是会比较舒服 就是皮肤比较不会有破损啊 对他其实蛮乖的 就是帮他换尿布的时候 让他翻身啊 然后抬屁股啊他都可以 我意识清楚的话 他其实是很乖的 因为我觉得爷爷真的是太可爱了 所以我都会摸他的耳头 然后跟他说要加油啊 就是摸他的头 然后他就会 用一个很无辜的眼神看着我 他就是很盼望回家 可是没办法 因为那个他气息很大 然后他重听 然后我们又戴着这个比较厚的口罩 其实我们讲话都要很大声 可是爷爷不一定能理解你的意思 那他家属就有说 就是他在家都是用笔谈 所以后来我们通常就是准备了纸跟笔 所以我们就是在里面就是会写给他 因为那时候我就写说 就是爷爷你有不舒服啊 然后就是都帮你清理好 你现在比较舒服啊 你就乖乖的加油这样 那他就是很努力的在看啊 可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懂 不过他就是一直点头回应我 因为其实那个敷压病房 我们也没有办法在里面待太久 所以其实就是如果有进去的话 就是会尽量就是给 给他一些安抚啊 比如说跟他讲话啊 然后摸他的头这样 然后叫他要加油 能做的好像不多啦 不过就是希望可以帮他就是弥补一些心理上的确识 就是会想到如果他今天是我的亲人 是我的爷爷是我的奶奶 那我的心态会是怎样 因为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病危的病危 所以其实我们大概 大家都会稍微了解一下他的状况 对 那就是同事就有说他的血压开始不太稳定了 然后心态也慢慢下降了 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就差不多知道 爷爷的状况不太好 对 那就是医生有先跟家属联络 那家属也是可以接受 那就是最后爷爷走的话 我就跟我的同事说 不好意思我跟你一起进去 嗯 他其实因为那时候我进去看他的时候 那我就看他眼睛其实是没有完全合起来的 对 那我就 就是 就是把他眼睛合上 然后就是跟他说 就是 没事了 就是 对 就是不会痛了 然后就好好离开这样 因为他儿子也在被隔离 所以他离开的时候 他儿子 就是打视讯过来 那我们就是拿着手机 然后就是 就是一边镜头是给爷爷 那就让 儿子就是看着爷爷 然后说说话这样 他儿子看到他的话 也是就是崩溃啦 他儿子就跟他说 就是 爸爸你要就是好好跟菩萨走 然后就是没有病痛了 然后说他们也在被隔离 所以没有办法就是过来看他这样 然后就跟他说之后就是会把他跟妈妈放在一起 我那时候很努力的手不要颤动这样子 然后就是其实那个呼吸镜底下就是都是眼泪这样 他儿子就是有要求说就是 因为他也没办法看到这位面 那爷爷等下就要去火化了 如果我们没有帮他做这件事情的话 他可能就是都不知道他爸爸最后长得怎样 所以我同事就 用手机拍了爷爷的照片 然后就是 私讯给他 儿子的 很心酸啊对啊 竟然只能用手机拍照 儿子其实现在COVID-19 破试之后就是家属没有办法接病人 就是连丝带打开也都不行 所以他们说其实病毒他还是 在那个患者身上啊 所以其实那些都是有风险的 通常就是最好的吹放是就是直接就是装带 然后火化 然后我看我网路上是写说24小时没有要完成 对 所以其实他家人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到他最后一年 以他这个91顺利他应该是子孙满堂 然后家人都陪在他身边 然后就算他离开很难过 可是应该就是都可以很开心的就是送爷离开 不过就是反差很大 现在就是只有爷爷一个人 然后他就要自己被送去吹化了 那家属隔离期间也还没解除 所以可能要过几天之后 才有办法去拿领他的就是那些骨灰回家 我就觉得爷爷这段期间应该很孤单 我就会一直想到爷爷那时候 就是前一天还跟我说道歉的事情啊 然后他会就是想要回家这样 不过我其实就是都没有办法达成了 其实我今天早上有待大爷和他儿子啦 他其实也是觉得很感慨啦 因为他有跟我说其实在这之前 他们家住屋楼 他阿公每天都爬屋楼 都不会累不会喘 然后怎么因为就是这样子 然后那么快就离开了 所以他们其实也是不捨居住啊 不过他也是觉得 就是就是没有病痛也是 就是也是一种解脱啦 对啊就觉得遗憾啦 就是因为 因为整个病况也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 我们当然是希望他回到最好的状态 不过就是这个就没有办法掌控 所以就会觉得很遗憾 因为其实去龙山是走走 就是他每天的日常啊 对 然后既然他日常都没有办法完成 就是觉得很遗憾